一键点下标股传送让你发发发 掌握好资讯天天有惊喜 一根根长顶板一大段大涨幅 不费吹灰之力轻松当上 赢家操盘手标股传送门399专案 APP专属现实优惠超速过力 哈喽各位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对大台的看法 还有个股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师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师哦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中心 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上来 尤其是半导体的族群 美光大涨超过7% Intel都大涨 美光的财报并不理想 只是美光告诉你说 未来会不错最坏的情况应该就是现在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所以股市永远是反映未来 最坏情况既然过去了好未来会好 那股价股价就上来了 这蛮有趣的哈 所以本来废半在前两天是拉回比较深的 昨天谈了3%多 另外三大指数呢包括道琼纳斯达克 这个S&P500涨幅都超过1% 道琼刚好涨1% 所以昨天的美股早盘开高 其实昨天欧股下午开盘的时候 欧股已经上来了 昨天在我们的节目时段里面还提到 欧股的压力线 法国德国不晓得过不过得去 结果昨天就上来了 那老师这波的这个银行股的危机 是不是就解除了呢 还有呢 这个通膨的危机是不是就没事了 我们这样看 其实在这次银行股出问题 就美国的矽股银行出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什么时候 3月初啊对不对 当时美股创新低 创下这波回档的低点 全市场大概只有我说美股是低档背离 建议各位当时开低标杀哪里 就这里啊 就这里啊 道琼 四大指数来说 道琼当时是最弱的 道琼和S&P500 都在9号当天创新低 对不对 纳斯达克晚一天 10号创新低 废半隔了礼拜六礼拜天 最后创新低 四大指数都创了新低 可是四大指数创新低的时候 KD指标都没有同步创新低 是不是 所以咯真的咧 就低档背离啊 那这一波啊 其实在礼拜二 在礼拜二当时 就前天吧 当时我们说有些股票系统出现做空讯号 也就是说 虽然指数背离 指标背离也上来了 只是这个地方 就一路往上海阔天空吗 大盘的量也没出来 包括全世界股市也一样啊 上面还有一些压力 所以必须去消化前面的压力区指数来来回回震荡是可以预期的 只是说再来回震荡期间啊 你的持股都蛮重要的 因为有些股票啊 并不是它弱 它本来是很强的 本来是主流的 然后呢因为整理了一段时间 高档缝卖压 然后呢掉下来 可能大家准备获利了结 所以你必须避开这些股票 就是已经转弱的股票 怎么判断转弱 我在节目里面大概讲过 不下100遍了吧 MACD柱状体负向的股票 就是中线趋势转弱 那中线趋势转弱的股票呢 逢反弹逢KD勾起来 记得要在那卖方 我是不是讲过超过100遍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啊 MACD转负 拉出一根场 对 那昨天晚上跟各位说 欧股带头反弹 我们来看一下欧股 有没有 德国股市 前一天还在这个线下面 昨天上来咯 蛮重要的 德国的KD指标过了 一波比一波低 越来越低嘛 所以德国股市往上 越来越高 KD越来越低 下来很正常嘛 他一路背离嘛 对不对 这里背离 这里再背离 昨天过了 昨天高点过了 昨天MACD终于翻证 你看 这段时间 德国股市MACD在负了多久啦 有没有看到 这里好久了 昨天终于翻证了 所以 其实昨天真的蛮关键的 因为 如果下来呢 下来 事情就蛮麻烦的 表示压力过不去 然后MACD柱状体也翻不上来 所以 昨天很关键哦 法国 法国还更强 对不对 法国压力区这个颈线站上了 套牢区剩下这里嘛 对不对剩下这里 法国的MACD也翻证了 你看 MACD 这里是不是又下来 这段 所以这段你做多法国股市就有点伤脑筋 因为他是往下的 他也是你看 他分五个波段 越来越低哦 一波比一波低 指数一波比一波高 KD一波比一波低 下来很正常 哎 法国也过了 这条压力区 KD的压力线过去 所以未来拉回来 反而变得早买点 因为KD指标过高点 这样了解了没有 所以昨天真的蛮关键的 昨天欧股先上来 美股就开高 美股在因为这个半导体的 半导体的法说财报量力 上来了 那台北股市呢 所以你看 道琼 昨天上来涨了300点 道琼啦 S&P500啦 那斯达克 后来各位事后来看 哇 当时创新低这个位置 全市长是不是只有我 说低档背离 是不是 当时创新低这个位置 我说低档背离哦 对不对 好 现在真的上来了 那废半呢 也蛮关键的 这个 我昨天不才说吗 这KD指标的向上趋势线 不可以破 MACD不可以下来 有没有 如果费办 这两天又下来 MACD会翻负 翻成助长体外变得负的 所以昨天真的很关键 那昨天这样一个关键上来 好像 全市场 全世界 各国 各国的股市 气氛好像会变好了 台北股市今天也一样 那今天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不过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节目里面提到 美元指数是我比较放心的 反正MACD负向嘛 对不对 MACD负向呢 MACD负向就是美元指数是往下 美元贬值啊 美元贬值台币往下就是升值啊 所以 老师台币这里勾起来是不是要贬 MACD负向就放心 KD勾起来是要占卖方的 所以我认为台币 可能未来还是会往下 往下是升值 对资金来讲当然有好处 那我们看一下加均指数吧 加均指数这波本来没过嘛 这里再勾 他背离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不是说吗 这里没过但是 下次再过他拉回来下次再过 就没有背离的问题 就没有背离的问题 因为 这里比他低 可是再过的话就比他高了就没事了 希望是这样子 OTC 也是高点越来越高 KD越来越低嘛 那所以这次OTC下来 再过这里再过去 这里比这里高 就没背离的问题 这里比这里低嘛 指数比较高有没有背离 有 下次再过下次再过就没有了 懂了没有 所以 未来这几天 尤其是廉价后 因为明天加最后一天嘛 再来就是 是五天的廉价 廉价前当然 买盘有点缩手 成交量今天也萎缩 不过我个人看法 这个 廉价前不敢买的买盘 就像过年前一样 过年前大家 十二天的长假 大家都不敢报股过年 不是吗 对不对 这是五天的长假 还是有 蛮多头的 不敢报股过年的 不敢 不敢报股过廉价的 所以 我跟他看法 如果在廉价前卖掉的资金 看他廉价后没事 一定还是会进场 所以 我也在跟我的会员说 我们持股现在 持股比例少 持股比重不高 重点是什么 因为大盘还是趋尖 对不对 如果廉价之后 没事 我们手上都是现金 积极买股票就对了 你就跟上我们的脚步就对了 我们买股票也是非常厉害的 标股都在我们掌握当中 那电子类股呢 电子类股是唯一没有背离的 他过高 KD也是过高 那这里如果再过高 再过高就要拍拍手 因为他MACD正向 本来说复项 这段呢 复项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整理 不一定大跌 这段复项他就是来来回回整理 他就是整理 好的情况是整理 不好的情况就是回党 对不对 那整理完之后突破 突破他背离也化解了 MACD正向 所以对未来的看法 昨天是很关键的一天 那因为国际股市上涨 因为德国法国美股的反弹 让在廉价前今天的台股表现 算是不错 在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上涨的红K棒 不过 这地方一路海阔天空吗 大盘上来所有股票都会涨吗 这就不一定 所以提醒各位回去用功做一下功课 例如说 等一下我跟各位说 所以就大盘来看 这一波谁看的最准确 美股低档背离全市场最恐慌 银行股爆雷的时候 谁告诉各位低档背离的 充满大势体中心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赢家三大要件是什么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遵守纪律 那趋势我们是用大数据来看 股票用量价筹码来看 纪律是什么 纪律就是股票的买卖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趋势 趋势跟各位有什么不同 当然 你要什么 先锁定我们的节目 还有我们的晚上 每天晚上的筹码大师 每天晚上的大事业化 把我这三十年的经验 都在大事业化 跟大家真的是无私的分享 所以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 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At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好朋友 那怎么样看到大事业化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师的LiteAt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线图 大事业化 筹码表格 还有我们每天的节目 好我刚提到的 所谓的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遵守纪律 对吧 掌握买卖点 买卖点的掌握 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 哎老师太困难了 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该买 我怎么知道那个地方该卖呢 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的系统知道 支付人家敲牌系统 很清楚 你看创意 这是前天嘛 今天是3月30 前天出现一个做空讯号 这里是做多讯号呢 上面你自己两个做空讯号 糕点一样 1230块 昨天最低跌到1000块 230块不见了 一张23万没了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应该在这些地方 你看我不是苦口婆已经讲了 MACD附像 有没有看到 这里K的勾起来 这里都该卖啊 是不是 都该卖即使创新高也要卖 他创新高也会背离啊 对不对 这里可以做多 这里就尽量不要做多 不是吗 你没有 你即使没有我的软体 你听到我在节目里面讲的MACD 你创意还会去买吗 会吗 那我昨天也说 即使跌下来 你就不要买就反台行情嘛 那可能未来 会跟这里一样 这里面做空一下下来 再上去 这里会不会在这个地方称一称再上去 也有可能 但是 基本上 等到出现讯号我再来 我们不猜低点 我操作就是这样 哎呀老师你看今天反弹了 今天反弹又如何呢 对不对 高点没卖了 其实还是差一两百块 对不对 好 那 先进光也是一样 先进光我们在 2月21号 出现讯号 2月22号买进 对不对 21号出现讯号 22号这里买进 所以讯号出现 重不重要 重要 如果你不晓得 什么地方是买点 这个讯号就很重要 这讯号怎么来的 不是说吗 量价筹码打分数来的 急涨不一定要追 拉回来记得买 对不对 所以前一天 先进光涨停 隔天呢 跌半只以上 这里进场 来了 40几%哦 40几%什么概念 就100万 就多了40几万了 10张先进光80万变了121万了 对不对 变了125万 这就是简单的概念 51%咯 好来这里 老师没有卖到最高对 没有卖到最高 但是可以卖到这里 可以啊 你在这里卖掉 也是赚爆了 110几块 从8几块 超过30块钱啊 这就是所谓的操作 买进 卖出 买点卖点 中间什么 中间的过程 其实在操作上 中间的过程也蛮重要的 有先进光 今天也谈的 谈多不多 那如果你还有先进光 记得谈起来 谈起来站在那卖方 即使 廉价之后国际牌没事 廉价之后涨 这种MACD 弱势的 反弹上来 上面有套牢压力的 时日均线附近 你就先卖吧 卖掉留资金 放在哪里 放在强势股的拉回 今天我手上股票 今天大盘涨 我们很多股票也拉回啊 也没什么涨 也小涨而已啊 这些都属于强势股的拉回 弱势股的反弹记得卖 强势股的拉回记得买 你看创意 这一波去年年底 10月28号 当时我在抖音说大盘是低点要转折的时候在这里 创意就出现讯号 所以要成为一个赢家就这里嘛 对一段50% 下来再来第二段 第二段又50% 然后呢 对第二段又50% 这里还更多 不止50% 这里60% 以高点来看 对啊 从这里到这里啊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啊 各位你一定看得懂讯号吧 照讯号做啊 所以买点在哪里 讯号上面 买点在哪里 讯号也有啊 你照做就好了 你不要跟我的讯号反着做 操作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我说 这里你都可以低接啦 对不对 这边 涨势的时候 这里跌势的时候 就不要低接啦 我知道各位你都不爱追高 但是你很喜欢低接对不对 低接是在这里的 这里的时候 趋势往上的时候这里低接 不是在这里 懂了没有 希望各位能了解我的用心啊 所以这些讯号怎么来的 各位讯号怎么来的 我喝水啊 量价筹码 量价筹码不是只有价位 因为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技术指标 都是用价位去算 KD MACD RSI DMI 甚至是威廉指标 是军线 都是价位 有谁考虑到量 量真的是价的健身指标耶 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对不对 高手看筹码 我三样都看了不是吗 所以新手才看这个 我们是看量和筹码 所以这个才是重点 为什么我们系统出现讯号 这么精准 因为我们不是只考虑价格 我们把量和筹码才最重要的因素 那我的操作 我的操作就叫操作 我从来不说我自己是投资大使 像巴菲特一样 好股票 跌身了 被低估了 低低的买 来布局 然后等他半年一年大涨上去 他毁完 那我太吸干了 那我calling 对不对 你布局了三年 三个 不要说三年了 巴菲特可能布局三年 你可能布局三个月半年就动回调了 怎么可能嘛 我的操作就是操作 我的操作就是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我的操作就是赚主升段 赚价差 我们不叫投资 那怎么赚价差 就是 筹码好的股票放在口袋名单里面 然后等他启动 启动进场 所以这个就是 我的操作理念 资金有时间价值和机会成本 买债起账点才会有效率 所以我们来看看泰塑 这强势股拉回 这不起账点吗 对不对 震荡两天好 泰塑很开心涨停板 对不对 这天提醒会员3月22号 好来 前天 昨天红的 老师今天黑的呢 今天黑的没差 对不对 在这里 那还在获利当中 然后呢 没有平昌讯号 所以 其实操作 买对爆住也是一个学问 那就爆住啊 就讯号 平昌讯号没出来就续报啊 那就续报 那这个所谓的全讯呢 全讯今天除息配3块钱 连三红之后呢 拉回来 贺掌停对不对 好拉回来 哎呦前天一根大肠黑 左天有跌 老师今天还在跌还是黑的 还是黑的 那还是黑的 没事啊 有没有平昌续报 没平昌就续报 所以这些有拉回 弱势股也拉回 强势股也拉回 记住哦 要去买强势股的拉回 出弱势股的反弹 强弱怎么分 MACD 懂了没有 好再来 合击27号 这天嘛27号 对不对 来 28号黑黑黑 鼻子有点痒 来 229号上来了 今天又黑黑了 今天又快要来红棒一半 今天暴大量黑K呢 亮仙价型这高点会不会过 所以如果拉回来 如果明天有拉回来 合击 各位 没上车的还是可以上车 这里黑K可以上车 这里黑K看法没变 你还是可以上车 这样不简单 那如果他下来呢 下来 逢低接嘛 那如果不对 平常需要出来 平常需要出来就出场啊 因为我们总能找到 起账的股票 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买来布局 布局了半天 不会涨 你会期都到期了 对不对 你希望快一点嘛 对不对 一家也是 看一家 几月几号 3月10号呢 这里 一家 一家其实 涨得蛮凶的 隔天还有低点 我们就用3月10号 那天收盘价算 隔天有低点不算 隔天还跌得更低哦 跌了20块以下 用21块来算好了吧 来 已经27%不止哦 21块来算哦 两根停板哦 28.75 30几趴了 一家 之前很牛皮 对不对 对 我相信大家也觉得 一家买去啦 好牛皮哦 你看哦 我们系统有没有厉害 这里都不用买了 这就是我常说的嘛 你买在盘整区 你很容易卖在这里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盘整区去买 我们起账点再买就好了 所以那是重点 买起账点 是不是真的比较有效率 当然啦 你这里两三个月 你把钱放在更有效的地方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等到一家启动 我们再来买一家嘛 这样是不是把你的资金做更有效的发挥 不是吗 这就是我设计这套软体的中心思想 希望资金做更有效率的运用 弱势股盘整股票就不要动 然后呢 等真的是筹码强势股 锁在口袋名单里面 对不对 启动 启动就进去啊 对不对 一家昨天拉回今天小红 距离成本那么远 支撑线在这里啦 如果破线老师26块破线呢 破线你买了21块了 21块不到了 26块你还是赚不少 这样懂了没有 那如果没破呢 再涨一段了 再涨一段你就续报嘛 因为买在起账点 迅速脱离成本才报得住啊 不是吗 来 你看当时的一家 我们连手机APP也能找到 9点18分 3月21号 当天涨停 在这里 已经第三根了 第三个讯号 第三个95分就对了 出现讯号 我们线统出现讯号 都是95分 一家已经出现3次95分 这样懂了没有 中云年也是啊 有没有 这里 我们的软体是 手机APP是看得到吃得到的 不是你看到 找到已经涨停板了 我们这里看到涨停板 有讯号 对不对 终于这天啊 3月23号 23号 23号涨停 24号又涨停 23号法安大买 当天涨停板开开关关 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说 因为 旁边专线电话 VIP打电话来说 老实在那个终于 涨停板开开关关要走 要我啊 要不出 我说那是烦的买盘啊 对不对 当天我在节目里面是没这么说 隔天又涨停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两天终于老实拉下来了呢 这个成本在这里 拉下来 没差吧 对不对 所以 你只要买进去 它拖累你的成本 你的心就比较安了嘛 如果买进去就套牢 那心就有点累了 压力就很大 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操作 就叫做操作 跟着我们操作啦 买股票的 什么 主升段 那健顺店也是强势股拉回啊 对不对 老师健顺店 对 他也没出现平昌讯 健顺店啊 情邦啊 这些都是强势股的拉回 所以这些股票 我昨天不是有给各位看这张字卡吗 就是一位 70会 70岁的 我的会员他75岁 他写的 对不对 我们是透过量价筹码分析 难怪选中标股高出许多 几率高出许多 这是他的感言 我也很感谢他 跟我发 跟我发了这个所谓的心得分享 他有跟其他老师 但是他说 跟李老师想要可以赚更多的钱 再来 你看他个白月来 太益啦 秦邦啦 益家啦 健顺店 掌停的股票 的确认证老师在节目中 誇口了 并未言过及时 不是嘛 然后呢 他把我每天 在节目里面 每天 大概1点钟左右 我们大概会发 2档到4档 2档加码的 2档启动的股票 放在他口袋名单里面 那就3天就10几档 还有锁定的10几档 然后呢 9点半之前 注意这10几档的股票 观察江波图图的变化 看谁最具涨停的态势 选择一两档出手 到现在成果都不错 所以这就是操盘的逻辑 最强的股票 都在我们掌握当中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要看波段 看信号 那短线呢 短线看APP 手机APP正式公开 对不对 来 我知道你想要做短线 但是你有标的吗 你有办法吗 你有办法找到 今天会大涨的股票吗 我们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透过大户比来计算 对不对 大户比来 看一家刚刚各位看到了 一家是不是 买得到 现买现涨 买得到 不是买得 看得到买不到 我们是看到你也买得到 还赚得到 对不对 出现波段讯号 一家来 还天科3月22号 对不对 9点55分出现 当天也是现涨停 你要选择的股票就是盘整形态 刚刚突破 注意 他是盘整形态 来 中域当天也是啊 对不对 中域3月23号 来盘整形态 记得 记得看到 星汉来盘整形态 有没有 都一样 又选择 当天大户比 最强的 然后呢 找机会 站上这条均线 你的停损停力 就在这条线上 就在这条线 这条是当天的均价线 当天的平均价位线 如果破了 其实这个超班的逻辑 我都在我的教学贷里面 所以你也可以上我们公司网站上去看 有公司 有这个所谓的 手机APP的教学贷 当充最爱的教学 我不尝试 我就公开了 你就把 其实真的很简单啊 赚钱就那么简单 来看今天的 起机 有没有 一找啦 九点几分 九点十一分 有没有 起机啊 涨停了 有没有 来 要月 来 是不是 有没有 要月 也涨停了 所以 要月找到时间比较晚 我应该是 找到时间没那么晚 但我印图时间是来不及 印的比较晚 这样 有了解吗 这就是你要的吧 所以 你一定要有方法 不管是未来的行情 先想想看 未来的行情 去年从年初跌到年底 跌到十月份 跌到十月底 哇很辛苦的一年 跌到快六千点 我知道 大家都很希望 哎呀我要把之前的 钱赚回来 你一定要反败为胜 对不对 你当然很希望 从哪里跌到哪里排起来 我从 去年我赔掉钱 我今年要想办法赚回来 对 那如果你的操作方法不改 你认为你真的有办法 有能力 有把握赚回来 如果你没有 你要不要 参考 最简单 最实际的方法 而且是经过千锤百链的测试 而且这节目上也看到过了 不管是波段信号 不管是短线APP 我们都可以帮各位找到最佳的起上点 我们透过的是量价筹码的精算 不是 不是只看价位 你找到价位快涨停了 你一般券商找的APP 你找到股票都已经快涨停了 真的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们是买得到 现买现涨停 再出现破端讯号 就简单 就是这样子 所以来 错过滑幅了 不要再买滑幅了 因为我们八十几% 错过飞鸿 你也不要再去买飞鸿 你是要看看 有没有跟飞鸿一向 刚刚起涨 有没有 刚刚起涨的股票 这些都过去了 那我希望 你赶快下决定 跟着我们 跟着我们找新的股票 找新的股票 起涨的股票 因为很快廉价就要来了 廉价之后 如果国际股市没什么事 廉价之后 行情一定值得你期待 所以来 这些都是我们的实际绩效 不管是千进光 不管是一家 泰塑 全训都是 这些强势股的拉回 看法没变 是要找买点 弱势股呢 合肌也是一样 昨天不是说吗 合肌 刚才说 合肌拉回来 今天不是拉回 拉回 你还是可以找买点 那创意呢 创意就 反弹要在它卖方 所以 不是所有股票都会涨 即使 廉价之后 有行情 弱势股反弹 你还是要减码 因为 它既然变成弱势股 上涨就有压力 你把资金放得更有效的地方 它会比较快 懂了没有 这就是所谓的效率操作 所以跟着我们效率操作 因为 我知道 你有人性弱点 买对抱不住 买错 舍不得人性弱点 靠什么方法 靠制服人家超盘系统 你想办法要买对 第二个买对 你想办法抱住吗 你有办法抱住吗 我知道你 经常有 买对抱不住的经验 对不对 所以把系统带到 那很简单嘛 你要伸出双手 你要伸出双手 我才能帮得到你 你要下决心 你要反败为胜 你要把去年赔的全部赚回来 你要下定决心 我就能帮得到你 来 跟着我们的决策信号 你的操作 真的可以很轻松 轻轻松松 每天都有标股拿来 在哪里 传送门 工具对了 标股源源不绝 方法对了 财富的累积 才能蒸蒸日上 所以来哦 看到手机没有 看到当充最爱了没有 你想要转短线的 你想要找标股的喜障点 轻松快乐选标股 跟着我们 来 标股传送门399的专案 我再说一遍 你很少听过399 我也从来没有399的 不是688就888 对不对 399 绝对让你感觉 哇超级实惠 重点是 你赶快加入 在廉价之后 跟着我们一起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钻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Grant享受 征服台股的 胜利快感 5 6 7 6 7 7 8 8